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了打击 所以还曾一度以遇甚至有自杀的倾向 但是左藤父子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左藤父子的父母觉得郭沫若并不能够给女儿幸福 所以很反对他们在一起 但是左藤父子却不顾一切 甚至还为此辞了工作 与郭沫若同住 而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后 左藤父子甚至还跟父母断了关系 1932年 二人带着三个孩子回上海定居 而当时的郭沫若已是享誉文坛了 靠满文学维持生计 而五口之家的生活还是很拮据 甚至都没钱坐电车 一年之后 郭沫若先是把孩子和妻子送到了日本 随后自己也去了日本 但后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郭沫若无法继续待在日本了 所以他留下妻儿 自己悄悄回国了 而妻子左藤父子十分艰难地养活着几个孩子 但他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五个孩子全部读了大学 而一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 左藤父子才再次于香港见到了丈夫 人本以为此后就可以 与爱人长相厮守了 但现实却是 当时郭沫若的身边 已经有了一个叫于立群的女人 年轻貌美 而左藤父子十分失望与失落 但我和彼此最后的尊严 他选择跟长子郭河夫赴台生活 之后加入中国国籍了 他一直带着对丈夫的爱在中国生活 直至1995年病逝于上海 享年101岁 而他在临终前 做了一件事 令人感动不已 他将自己的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中国 也许 他早就把自己当成半个中国人了 一生中从未看不起中国人 也不似一些日本人那般残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卖星宝肖 赛ello 监工 赛ello 监工 Gay